8比28就是明垂千古 如果是一分鐘變五分鐘,你們就夠了 就不用出去求大主席 主席可不可以不投票? 老實說,我也是為你們著想 8比28真是明垂千古 很簡單,不要說那麼多 做錯事又要認 若實說,簡直白地說 如果當日真是五分鐘一分鐘 就好一點 你們可以再商量一下 其實現在說的是什麼呢? 陳鑑林也是在亂說的 現在說的是臨時提出的37A 你們試試有沒有看過? 以你們的智力 可不可以了解到? 阿哥 你們欺負都不是第一次的 是不是? 由葉國謙去法師號令 都搞成8比28 明明確確 還要在WhatsApp群上互相推卸責任 到今天都是懸案 阿哥 阿哥 又說我們等發叔 你真的欺負發叔病嗎? 是不是? 又說其實不是的 等著劉王發 本身我們是齊齊整整的 誰知道變了 五馬分屍 阿哥 這麽明確的指令 中共三令五身 是要留在那裏投票 大比數通過那個決議 都錯 現在臨時 37A 這麽複雜的事情 你們又平時不說話 我怎知道你們明不明白 那便給你們五分鐘 不要投錯票 明白了嗎? 現在不是那個議案放在那裏很久 是臨時提出來的 陳鑑林議員 你做了這麽久的資深議員 阿哥 你要明白 我的苦心 因為臨時提出來 你未必看得明白 一分鐘 我讀也要讀45秒 阿哥 明白嗎? 我現在不是和你鬥嘴 你說清楚整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是臨時的議案 如果是已經放在那裏 隔夜燒賣 那樣的 我就不會和你爭 因為 成百成百這樣上 臨時的 你怎麽要搞清楚呢? 老實說 有時候我們陰一陰你 你可能會錯的 是吧? 所以 不要再爭 所有議員都講不清楚我的問題 為了對付一個8比28的團隊 我們是有好生之德的 怎樣呢? 聞其聲而不忍食其肉也 被人輾轉郵論的時候 就說 不關我的事 劉皇發是葉國謙 葉國謙 林健鋒 總不知 不斷鬥退鬥賴 好像賴屎一樣 所以 給你們五分鐘 想清楚 不要再八比二十八 賴屎賴療療怨別人